如果您这几年有买新车 可能会发现这配备是越来越多 现在大家就在讨论说 到底这哪一样叫做神器呢 有民众就说 如果没有这360度的环境 跟倒车雷达的话 它好像就不会开车了 而车行的老板就说 其实这几年来改装的 大多都是安全配备 只要有人靠近 感应雷达立刻发出声响 要来提醒驾驶注意安全 行车配备越来越多 有人问到底哪个是必备神器 满点侦测 对我们这种开车技术 不是很熟练的女生的话 会比较需要这些 前后倒车雷达 因为有时候停车 有时候就不方便 像没有倒车雷达的车 我可能不会开 没了倒车雷达就像不会开车 因为现在车辆镜头越来越多 就像是多了双眼睛帮你看路 现在车子出现很多这种 可以360度环境的功能 一点进去就可以看到四周方向 因此被网友点评是不可或缺的功能之一 下雨天或是手上拿着满满东西 能自动感应的keyless也很方便 不用翻包包 找钥匙又或者是天气太热太冷 一按下按钮通风座椅立刻通风 冷暖都有也被点名很重要 甚至还有人就算买车不选配 也会来车行加装 像360度环境是目前我们最近 这一年来遇到最多客户要加装的一个选项 因为现在很多进口车 它不一定是标配 那进来的话客人没有的话 我们现在国内的一些厂商 针对这些改装的话 现在都是蛮厉害的 目前国内的话 大部分都是安全上的一个选购 会改装比较多 只不过车上这一个配备就成了时代眼泪 仪表板附近的小洞可以放东西 但位置好像有点不方便 网友好奇它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能放东西 只能放一小东西用的 现在他们的车内的设计 其实都有一些置物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那个 我觉得反而会集一些灰尘 原来这是以前放回数票用的 但如今电子化走入历史 新车型也都看不见了 董森 财易新闻 黄翔 负一文 台北报导